心里老师李金平提醒倪先生 巫女士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业型女性 需要的不仅仅是倪先生的全情付出 更需要倪先生对她能力的肯定 对此 巫女士表示很认可 随后她也表达了那次风波之后自己的态度 我跟她道歉了 保证就是和谐 既然巫女士已经道歉 双方握手言和了 那为何还会走到如今这步田地呢 倪先生说这还是和自己的女儿有关 因为就在今年 倪先生给女儿的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 双方又闹出了很多不愉快 今年5月30号 我女儿结婚生孩子了嘛 做满月嘛 我在那个酒店吃饭 我的亲戚什么的都叫来了 那么这天呢 我老婆真的很好 这个孩子啊 基本上抱了一天 她四点都走了 那么我去付钱了嘛 七万多块钱嘛 这个批价子一拉 我的卡没了 那么一号卡没了 我也没生气啊 我想我有手机一号码 没转 转出来了嘛 又没有了 手机一号没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打打电话了 我说你挺狠的嘛 今天的这个宴席 叫我怎么来付钱呀 她对我说了 你这个微信上面 有三万多块钱的嘛 亲戚朋友这么多 你的礼金 礼金额嘛 叫我用礼金去付这个钱 我说这个礼金可以付钱的 家还没到人家客人送的礼金 最后我用了我的信用卡 这件事情 发生了以后 我第一感觉到 我肯定缺了很多东西 那么我回去一场 什么都没了 你的 我的 保险箱炸了一场 现金都没了 经营实在都没了 这样都没了 你怎么问 为什么 我没有 为什么不问 为什么 肯定我女儿要做这件事呢 你觉得她是针对这个 要付钱不高兴的 肯定怎么样 我就想的是什么 我就不让你花钱 不是说不给她女儿的花钱 你是说你跟她生气 对 撇开就是这件事情 我就拿在手里 我就不给你动 就是让你心里不舒服 女儿的孩子办满月酒 所有的钱 正物都不翼而飞 可以想象得出 当时倪先生的内心 有多么崩溃 那么作为妻子的巫女士 为何要这么做呢 伍女士解释 此前婚前协议中 丈夫将澳洲的房子给了她 并且还约定 婚后双方共同享有公司的各项盈利 但自从那次打架风波之后 独自掌管经济大权的倪先生 不仅将公司的盈利全部收归己有 还总是在还房贷的事情上为难她 在这个家里 这个钱的主动权 从来不在我的手上 我有的时候说 那你给我点钱 我先生的时候说 你跟你儿子已经把钱都花完了 已经花过头了 对于丈夫的这个说法 巫女士内心是很不服气的 她认为公司原本就是 他们夫妻俩一起打拼出来的 丈夫没有理由将公司所有的收入 看作她个人所得 所以带着赌气的性质 她才将这些钱财物全部带走 看到妻子把责任推给自己 倪先生不乐意了 她始终觉得 妻子之所以这么做 只有一个原因 我对我女儿的态度 这个我懂的 她可口声声对我说 不像五次变 你女儿跟我不打仗 倪先生认为 她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都是因为女儿大了 需要花钱 从给女儿买房 到现在给小孙女儿 办满月酒 妻子的不满 都跟自己的女儿有关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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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